我会再来看你的 雨花天 我该怎么办 就算你们今天 能逃过季将军的一击 可你做梦也想不到 万玉楼也来了 你要记住你是太子的身份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要穷心未尽 色心又勤 先是在寺院当和尚 后来又被你关到无心岛 现在又随你来到大漠 连个女人都不让我多看 我又不是太监 只要你登上了大位 你不管正事 我也不管你有多少后宫 你想要多少女人 我给你多少女人 就是那个宋慧荣不能碰 她曾经是你父皇宠幸过的女人 那前朝都有先例了 父子还有同客 真想欺负必有妻子 先不管这些 正事要紧 我已派了先头部队前往驿战 大军一定要在天亮之前 突袭驿战拿下兵营 然后再一举歼灭于花天 公公 可不可以给我个机会 让我先见到我姐姐 我可以替你向她传话 渡知疫情 劝她归顺 就凭你 这事我自由主张 不必多言 是 怎么了 你谁在担心 苏慧荣的安危呢 还是在担心 我们逃不出这个困境啊 苏慧荣我倒是不担心 我只是担心 他们来的时候 万一遇上黑沙暴 就会全军覆没 放心吧 要是黑沙暴来的话 第一个打败的 一定是叛军和土匪 我们一定能全身而退的 你可别忘了 我们是有密道可以藏身的 一定不会有失的 你为什么还带着 不鲁都的定情信物 我 难不成你想当膝下富吗 没 我 我这不是带习惯了吗 你要是不喜欢 不就拿掉好了 这个图腾好奇怪啊 为什么是三头鸟呢 你不知道吧 不光是这个手环 有这个图腾 上次顾少堂 带我去了一个古墓 里面有好多西夏的金壁 金壁上也是这个图腾 那很有可能 这三头鸟 就是西夏王朝的象征 皇宫的宝藏 肯定会跟这三头鸟有关系 这个连布鲁都自己都不知道 宝藏长什么样啊 谁都没有见过 就连顾少堂带我去的那个古墓啊 都是在无意间发现的 在我看来一定有所关联 好了 这镯子有什么好琢磨呢 不许你带 拿过来 不许你带 拿过来 你还吃醋了 你拿不拿 好了 我不带 我不带 我不带了 来来来 这头怎么干的 人家太漂亮了 跳起来又唱起来 丢起小花鼓 种一下 右两下 左边再三下 唱什么唱 吵死了 喂 是你让我来的 现在又嫌弃我 来来来 这不是我们西夏的吗 你从哪儿来的 这是我跟胡忠义刚挖的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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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不会是西夏王朝宝藏的一部分 老板娘 你看 我祖父以前就说过 说我们西夏族制造过很多这样的金币 而且我父王也说 在宫殿里有一座像山一样高的 真的 真的 你只是听过你又没看过 我听说啊 那个宝藏里面金银珠宝什么都有 甚至还有罕见的珊瑚和玛瑙 不对 不对 这西夏的人啊 都是潜心像佛 我听老北人说啊 那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佛像 全身都贴满了珠宝和宝石 真的 那就是带我走 看一眼 你刚才唱的什么歌 那是我们小时候的童谣 讲的是一个王子经过重重难关 救到一个公主的故事 最后那几句唱的什么意思 最后 左一下 右两下 左边再三下 这哪像是什么童谣 倒像是通关密语 你会不会想太多啊 那可是我们女儿节跳舞时的接派 你们在聊什么呢 胡忠悦 你不是和羽化田去屋顶守夜了吗 难道有什么动静啊 没有 羽化田说他等不及了 想趁叛军包围龙门客站的时候 先赶去驿站等西场的人马 我想陪他一起去 不行 太危险了 不行 要去我和你一起去 那么多人一起去 岂不是更容易被发现吗 你跟羽化田路上小心 我会告诉你师父 我们在这儿等你回来 嗯 公公 兵里空无一人 即将你和所有人都不在 相信是去围攻龙门客站了 天快亮了 好 出现吧 最后你太 uda了 fulfillment了 水 不仅能你怎么再说 各国基书 畅恩 你不仅是有什么 土火 滅色 这别 geograph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有东西要交给玉花天 参见赌主 对不起 我也是毕不得意 放开 放开我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他 她要走了吗 我就过来道个别而已 抱抱 没动他 你 太子殿下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了 那天色彩包天的毛病啊 还不走啊 还不走啊 什么时候才能改了 你怎么改了 爷爷 你什么时候还能改了 你们两个孩子 你认识你 你赶紧你 驾 女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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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们 赶紧给我的嘴 撒滚 他妈是个美妖女 别愣 干 再动我 杀了 长得还挺漂亮 我在龙门客栈见过你 你一个人出来干什么 说 你不说 我现在就跟你圆房 藏 藏什么 藏什么 藏什么东西 哭 哭 别跑 快 快 走 要不要紧 别追了 别追了 驾 驾 驾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对啊 出什么事了 我的人呢 这是太子给你的信 你等一下 你去哪儿啊 少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真的看见少爷了 万语楼是没死吗 怎么来的都是东厂的锦衣卫啊 阿姨啊 你倒是回个话呀 宇化田拿了信就跑了 我也没办法追他 到底我家少爷出什么事了 你说呀 太子落在了万语楼受伤 他偷书记起没办法逃走 所以才让我拿了那封信 交给宇化田的 这么说 万语楼真的还没有死 那天尘楼上的那个人头 就真的是假的了 万语楼这个大猫头没死的话 我们全部人都会遭殃的 不行 我要赶紧去告诉师父 我们这样真的是三面受敌啊 好 雨花田 姐姐 这一声称呼 也许叫得太晚 我记得只见过你一面 在湖心边缘 我发狠地咬了你一口 当我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我是多么想再见你一面 我和万语楼已经到了一战 我会说服他帮你结尾 也许别人以为我和他狼狈为谨 其实我是忍辱负重 我希望有一天 能够为娘报仇 万语楼许了我江山 如果我真的能够登上大位 我唯一信任的人只有你 你要帮我一起 诛出这个大恶人 儿子 你总算还活着 放心 我们早晚会见面的 我一定要把你救出 l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又是谁割了他的人头挂在城门口上呢 你别看我 肯定不是我 你都出现了 我还冒充你干什么 你们说的那个万语楼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你们找的那个马天佑要和他一起走 马天佑不仅是我们家少爷 更是流露民间的太子殿下 他不是万马堂的人吗 为什么突然变成大明太子了 怎么回事啊 你快说呀 胡忠玉 你别闹 如果你家少爷是太子的话 那你不就是御前统领 说不定还可以混个一官半职的 布鲁多 你没看见胡忠玉已经很烦了吗 你不要在这儿捣乱好不好 去去去 一边去 怀恩 于化田找来西场救兵 现在变成了万语楼的人 而且他们人数众多 一定是来让我们报仇的 我们该怎么办 不仅如此啊 我们现在前有狼后有虎 外面还有叛军和土匪 我们也一时无法抵挡 师父 现在少爷在万语楼的手中 我们是应该先救少爷呢 还是应该和万语楼决意死战呢 于化田现在哪里 于化田 你要去哪里啊 天佑在那个混蛋手里 我要去救他 你别那么冲动 万语楼是有辩而来 他带着东场的精锐部队 哥哥都沸腾前之辈 你一个人去肯定打不过他 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 他是我亲弟弟啊 我知道你担心太子的安危 我在军营里见过他 他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软弱 虽然表面上受制于万语楼 但是我认为他机智多谋 能屈能伸 他真的一切安好 你仔细想想 他能在那么紧要的关头 避开万语楼 把那封信交给我 让你知道他的决心 说明他已经想好了对策 你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天佑真是可怜 当日遭受非人待遇 被关在别院密室 万语楼 但他连禽兽都不容 我虽然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可我不知道他是我弟弟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说什么都要救他出来 你就别自责了 这一切都是天意 太子经历了那么大的磨难 一定更能忍辱负重 我看到他一身副指挥使的容装 站在军营里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甘心屈服于万语楼的 万语楼老奸巨华 天佑毕竟年轻气盛 无论如何 他都不过那只老狐狸 不行 我一定要去 你不能去 你放手 我们还是先回龙门客站 找大家一起想办法 万语楼的大局已经在途中了 我不能眼睁肠地看着你一个人去送死 我不去 天佑可能随时没有命 你放开我 别拦着我 放开 你就是死 我也绝不放手 你 你放手 你冷静 救我的话 要对付万语楼一定要从场经营 你这样去 非但救不了他 你自己也会欲识缺分的 你一直都是很沉稳的人 你 你这样一去 你是永远都见不到你弟弟了 马天佑为什么要写信给雨花田呢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 我从来没有听雨花田说起过少爷的事情 不过少爷曾经被万语楼灌在秘密别院里 以万语楼和雨花田的关系 他们说不定也见过 即使雨花田知道马天佑的太子身份 但马天佑也不会相信他呀 所以就算要求救 他应该写信给你们师徒俩 这我真不知道了 不过我相信啊 雨花田肯定不会伤害少爷的 少爷写这封信应该有他的理由吧 雨花田 少爷写给你的信到底说了什么 我是东西粮厂的督主 太子的密函是要告诉我 万语楼不但挟持了他 而且还要来龙门报仇 甚至还要争夺西夏王朝的宝藏 你怎么成了他们之间的传信人 我是奉了雨花田的命令去搬救兵 没想到在那儿遇到了太子殿下 太子得知雨花田和万语楼翻脸 所以才写了那封信 希望能借助我们的力量去救他 我明白了 少爷是想利用你两场督主的身份 运用朝廷的力量对付万语楼 师父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现在万语楼大兵压棘 马天佑又在他手上 我认为我们要各个击破 想方设法救出马天佑 然后再对付万语楼 赵大侠说得阵阵有词 要主动出击 就凭我们几个 怎么对付外面的千军万马 我可不想白白送死 湖中远 我是不会让你去的 我有一个想法 可以跟大家商量一下 现在外面的叛军和土匪 对我们虎视眈眈 如果再加上万语楼的兵马 我们一定只撑不下去 所以 与其等着移卵击时 倒不如先挑起叛军和土匪之间的矛盾 让万语楼去消灭他们 然后我们再突击 这样的胜算会比较大 既然万语楼 他这趟的目的也是西夏王朝的宝藏 那外面的叛军还有土匪 自然也成了他的斑脚石 原来万语楼也盯着我的宝藏 那他就是我西夏的敌人 我西夏的死士也可以帮忙一起对付他 好 我就跟你一起先从密道出去 探一探万语楼大军的虚实 如果见到了太子 趁机把他救出 就要你的注意做 看来黑沙暴是躲不过了 大家要提前准备准备 师母 要不这样吧 我和布鲁都去吧 我对这里比较熟悉 而且少爷不容易相信人 只有我出现的话 他才会跟我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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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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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么卖命干什么 你不是看上我们家少爷了吗 你胡说什么呢 那可不是吗 你看我都吃醋了 你什么时候为我反山醉骨一次 外 外面风声太大了 咱们根本就走不了啊 那怎么办 如果黑沙暴真的来了 那万宇龙和太子就会全军覆没 是 不是 是 我 是 快点 车 快点 车 回去 回一战 让我回一战 快点 车 快点 车 这样下去不行了 咱们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找个屁啊 去鲁门客栈啊 走 上鲁门客栈 全体去鲁门客栈 去鲁门客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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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鲁门客栈 快关门 快 把东西都搬过来 快 快 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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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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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着 这外面变天了 也不知道布鲁都和胡忠玉 他们怎么办啊 他们俩应该在地窖里 这俩人记得很 不用替他们担心 也真是天忆 如果万一六大军遇上黑沙暴 肯定也会丧生在大陌 那马天佑不也跟着遭殃了 他不是叫天佑吗 那就看老天会不会保护他了 老板娘 外面有人 没张脑子 这种天气谁爱他们做生呀 不用管 好像是叛军的人 一个都不准放进来 放他们进来 不想 之前他要杀我们的时候呢 我为什么要帮他们 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是万元 如果他们真的投险了 我们就多一份力量 去对抗万语楼 我才不相信他们会帮忙 对付万语楼 说不定被万语楼收买了 老朕 开门 你 我去开门了 这 快快快快快快 关门 关门 外面的风沙那么大 外面楼的部队肯定受不了 肯定到不了龙墨客栈 李华田 你还担心什么 她呀 她是在担心太子的安危 她们如果还没有撤离的话 就会全军覆没的 不好了 赵大侠把派军和土匪都放进来了 怎么会这样 他们是我们的死对头 外面的沙暴把两股势力的人都吹走了 现在只剩下许达和赫氏兄弟 加起来还不到十个人 他们都投降了 所以赵大侠才放他们进了避风沙 你们在这儿等我 我上去看看 你会答应我到那儿说 我看着他们气久不顺 这里是龙门客栈 到底谁说的算 老板娘 这 这不是赵范安让放进来的吗 可赵范安你也不想想呀 这 咱们得不起呀 这可是老板的师父啊 这可是老板的师父啊 水 快坐下 坐下 要不然谁都喝不了水 坐下 别扯 他们怎么样了 都不是些什么好人 你真是新人 放他们进来干什么 别想啊 老实点 来 来 老板师父 咱真的忍不起呀 那你说不那么做 咱不得罪人吗 我师父呢 来 来 来 师父 师母 现在外面风沙太大了 我们暂时走不了了 坐下 喝两碗了 我没喝 再炒谁都没不得喝 别开门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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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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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走 走 公公 这沙暴不知何时登厅 我们大军公纳龙门客宰的计划 sept сохран son 您觉得 这西夏宝藏 会不会被人截足前登了 我看你 关心的不是这些吧 你是在担心羽化田的安危吧 公公说的没错 我是担心她 她毕竟是我的姐姐呀 一口一个亲姐姐 叫的可真亲热 你怎么这么急着姐弟相认干嘛呀 是不是想你们俩连起手来对付老夫啊 听我不敢 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登基就必须让他交出大权 如果与化田不交出东西两场的大权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觉得应该不难吧 我毕竟是太子 他又是我姐姐 我相信只要我一开口 他应该会听我的 太不了解羽化田了 他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他的机智 他的武功 在这个江湖中已经没有几个人比得了了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他从小就是 他想得到什么 他就一定要得到什么 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不讲任何的情分 老夫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我辛辛苦苦拉扯他二十多年 把他养得这么大 他反过头来不是说杀就杀呀 更何况你这个素未谋面的弟弟 公公 再怎么说 他也是个女流之辈啊 女流之辈 你见过一个女流之辈 能当上东西两场的都主的吗 我把他拉扯大 看着他一步一步的爬到金顶 我太了解他了 他的野心绝不至此 他很有可能就是第二个武则天 公公 您这话的意思 天佑不明白 您是说他连我 当年的唐太宗是怎么登记的 他要不是在选我们杀凶势帝 他能保住大唐的企业吗 天佑啊 你如果真的想成就大业 就必须要学会很 你必须要给我做到 够冷酷 够无情 别再奢望什么姐弟情深了 要想一盏红土 你必须要做到 六亲不认 听我明白 你说什么 宇化天是女的 师母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跟他在沙丘上 轻轻捂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以为我跟宇化天 已经够小心的了 谁知道 还是逃不过师母的发言 我那叫女人的直觉 要不然 我怎么会去驿站 打探清楚她的身份 还中了那一件 怪不到那天 她穿着你的斗篷 原来她是女人 她就是不想泄露她的身份 要不然 也不会把我一个人 留在那儿吧 对呀 宇化天绝对不是 贪生怕死的人 其实 她真的是有一段 很可怜的身世的 她是万语楼当年 派到西城潜伏的卧底 宇化天说过 她是被万语楼收养 和肃慧荣 还有宫里的明妃娘娘 是一起长大的 并分批送到了宫里 后来明妃娘娘 成功迷惑了皇上 宋慧荣留在点信局里 是为了收集宫里的情报 宇化天 就成功代替了 督主师傅 登上了西场督主的大位 只有万语楼 这样阴陷脚诈的人 才能把事情安排得 如此缜密 万语楼这个大魔头 我在宫里的时候 可是见过他 杀人不眨眼的手段 督主师傅 就是被他一手害死的 那万语楼跟宇化天 又为什么会反目成仇呢 难不成万语楼的人头 就是他看下来的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不过宇化天和肃慧荣 还有明妃娘娘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 感情一定很好 后来明妃娘娘被打入了冷宫 肃慧荣逃出宫外 可能这些都是他们反目成仇的原因吧 那宇化天的大莫来 其真正的理由 是要寻找太子吗 其实当初还没有太子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准备抛弃荣华富贵 和我一起私奔的 你说什么 看看你啊 当徒弟的是风流成性 什么女人都敢惹 我 可是当师父的 怎么那么木讷和迟钝呢 师母 师父 于化天真的不像你们想的那样 当他知道太子也在大漠的时候 他说一定要帮助太子 找回宝藏 登上大位呢 那他也算是个奇女子 能为大名尽忠 风朝阳给你的那封藏头诗 你还在吗 在这儿 先皇后凤 龙凤胎 仙女后男 你说会不会宇化天就是公主呢 宇化天怎么可能是公主呢 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公主呢 宇化天亲口跟我说了 万语楼曾经跟他讲 皇后娘娘早已刺死了公主 只剩下太子殿下一个人了 姐弟行伤血脉清秀 一身旗帜长在不毛 这什么意思啊 你在回忆什么 好 进来 张大侠 刚才啊收拾账房的时候 有您一封信 我前几天给忘了 这什么时候来的信 好像是前几天巡证官送来的 这当时啊 这不店里出点状况 就给忘了 谁写来的 谭自信谭大人的信 好 好 好 宇化天 宇化天 你快下来啊 怎么了 布鲁都和哈岗已经答应 陪我混进驿站了 现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胡人伤队都会躲进驿站的 我去找找少爷的下落 就你们几个去 嗯 不行我也要去 哎 你这是干嘛呀 看你这两天心事重重的 你的心里只有太子啊 你胡说什么呢 不是吗 对太子比对宝藏还有兴趣 你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了 是皇上亲自下令 派我找太子回来 我是奉旨领命 还皇上 皇上 还皇上呢 皇上现在都有难了